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给大家分享大数据的Python生态 在传值教育的落地实践和思考 我们来自于传值教育 接下来看一下本次分享的具体内容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分享大数据Python生态的发展 比如Spark和Flake框架都在积极地拥抱Python语言 第二部分 分享传值教育基于大数据Python生态 架构演变的过程 了解一下我们从离线数仓 实时数仓到画像推荐架构演变过程 第三部分 分享基于大数据的Python生态 在传值教育的落地实践 最后我们针对于大数据Python生态 做一些未来的展望 第一部分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大数据Python生态的发展 大数据Python生态的核心目标实际上离不开两个关键字 分别是大数据和Python 具体来讲 无非有两点 第一 就是将大数据的能力输出给Python用户 比如说PythonSpark就相当于将Spark的计算能力输出给了Python用户 进而就有了PythonSpark这种组件 其次 要将Python生态分析计算的功能运行在大数据的组件上 进而提升Python生态对大数据问题的解决能力 Python语言现在已经成为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主流开发语言 众多的计算组件和存储组件都纷纷地支持Python语言 比如PyHive、PySvac、PyFlick为代表的计算组件 和以PyHDFS、HappyHBase为代表的存储组件 大数据Python生态在数据挖掘和自然语言处理 分布式模型训练能力方面也有了逐步的提升 如果大家熟悉Python语言 应该了解过Python的主要应用场景是数据开发 机器学习、Web开发、数据挖掘等领域 应用非常的广泛 但是它仅仅能实现单机的这种开发或者机器学习 如果想去实现多机的飞幕式的数据开发和模型训练 就需要和大数据结合在一起 因此以大数据计算组件PySpark和PyFlick为例 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计算引擎是如何跟Python结合的 首先了解一下 作为大数据最重要的计算引擎 Spark和Flick已经积极地推出了各自的PySpark和PyFlick 与此同时 Python已经成为Spark不可或缺的编程员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支持Python的生态 Pandas是Python数据分析领域重要的分析框架 而Pandas onSpark在深度融合了大数据的计算能力的同时 Pandas数据分析的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另外对于开发者来讲 Python语言相对于其他的编程语言更加的简单易学 降低学习和开发的成本 所以说Python和大数据的计算引擎的结合 其实是双向连接 一方面让SparkFlick功能能够让Python用户使用 另外一方面 在SparkFlick上运行Python的分析和计算功能 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有所建树 接下来我们以Flick版本眼镜为例 看一下大数据生态是如何支持Python语言的 那么在Flick1.8版本中 Flick就已经开始支持Python 从此拉开了Flick的Python语言之旅 Pyflick也就隆重诞生 那么在Flick1.13版本中 Spark的Distream API和Table API 在特性上已经接近Java和Skala API了 同时开始支持有建流的P处理执行模式 在Flick1.14版本中 Pyflick连接了Python函数 引入了返回模式 在Flick1.15版本中 引入了现成模式的新执行模式 执行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 进一步完善了Pyflick的APL操作 而在未来的一个特性中 重点发展Pandas OnFlick 也是Flick社区要持续推进的一个 关键的大数据Python生态计划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Pyflick未来的展望 可以说Flick能做的事情 Pyflick都能做 比如说数据的ETL 通过Python写原生代码来实现 没问题 也可以使用PySpark和Pyflick来实现 Pyflick能够实现大数据规模下ETL处理 实时输仓的处理 协助于Python在机器学习 和数据挖掘领域的优势 以及与Alink结合 来实现用户画像和推荐系统的技术架构 整个过程就是完成数据科学的Pyflick 那针对于每一个部分 我们进行详细地展开论述一下 第一个部分就是数据的ETL 通过获选Hell数据仓库 Hoodle数据壶的数据 通过Spark、Flink来处理数据 最终的话 把数据通过图本的方式来进行展示 第二个部分 实时输仓 获取了用户的行为日志和日志数据 然后通过Kafka做一些消风限流 在Pyflick实时流处理 入Hoodle的数据壶 在Hoodle里面进行了输仓的分层 接着会通过Prestle完成 进行查询 通过Olef框架做一些实时的分析 方便用户进行数据的查看 第三部分 用户画像 勾画用户和联系用户 从海量用户中挖掘出来有价值的信息 尽可能全面细致地提取一个用户信息的全貌 从而帮助业务如何解决从数据转换为商业价值的一些问题 可以通过PySpark和Pyflick为用户打上标签 为推荐系统提供数据的支持 接下来就是推荐系统 推荐系统是用户在没有明确的行为基础之上 或者用户在面对信息过载的情况下 通过智能化的方法 智能化的实现推荐 那这里面有必要的两个条件 第一 用户没有购买的行为 第二 用户面对的信息过载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一共有五个步骤 大家可以通过Pyflink和PySpark 以及Alink来构建用户画像和推荐系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传值教育也正是基于大数据派资生态 完成了现有架构的演变 首先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我们现有的业务场景 传值教育线上平台业务线 涉及一百多个业务的看板 传值教育线上平台业务线 涉及一百多个业务的看板 三千多个业务级板的分析 那么对于如此之庞大的业务 我们要全面的使用PySpark大数据生态 实现整个数据的PyPalette操作 同时通过实时数仓 用画像和推荐系统 更好的为我们的用户提供合适的产品 业务的通电有哪些 我们总结了四点 第一 用户咨询和学习行为大幅上涨 特别是疫情期间 导致所有的线下学生也都要去线上学习 系统压力大幅增加 业务分析的需求也会逐渐的暴露出来 第二 各业务库和三方数据的数据同步 采集同步会出一些问题 第三 业务分析类的需求查询效率较低 如何提高它的查询效率 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 缺乏用户画像和推荐系统 智能化推荐 进队如上四个痛点 大数据Pathic生态的Pathlink 能够实现ETL处理 实施数仓 通过整合Alink完成画像和推荐 这也是传值教育架构演技中 为什么选择Pathlink生态 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传值教育大数据Pathic生态 架构演变的过程 首先 早期的版本是基于阿里云组件 DTS和ADB 两个组件缺点非常明显 比如ADB不支持GC函数 不支持联合搜影等等一些问题 DTS主要的问题是费用过高 无法在同步的过程中 进行数据的托密和处理操作 鉴于此 我们的业务2.0架构就应远而生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如何将Massio的数据 实时的同步过来 通过OLEP引擎进行数据的分析 然后倾过BI进行展示 第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数据的采集问题 这里数据采集工具 选用的是DebZim和Pasa 其次数据分析的工具 我们选择了代表执行能力非常强的CleanHouse 用户画像 我们选择了PathBug完成规则和统计的标签 而SparkMLL 而SparkML完成挖掘的标签 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能够将Massio的数据实时的同步过来 通过OLEP引擎做数据分析 再通过BI进行展示 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数据的采集问题 这里数据采集工具 选用的是DebZim和Pasa 其次数据分析的工具 我们选择了单表执行能力非常强的CleanHouse 用户画像选择了PathSpark完成规则和统计的标签 而SparkMLL来完成挖掘的标签 能够解决部分问题 我们仍然能够发现这个2.0里面还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我们的DebZim 它只支持单机 并且每次服务器启动的时候 都会对业务进行全量的同步 第二就是大量的业务 我们会被持有化保存到CleanHouse中 导致CleanHouse的数据比较大比较臃肚 CleanHouse代表性能非常强劲 但是照应的性能比较差 而且CleanHouse的语法是非标准的C口 那么Spark仅仅只能做离线的用户画像 SparkMLL仅能支持离线的挖掘类的构建 所以说基于上述的通点 需要重新的设计业务大出地的全新的技术架构 如下可以看到三等人架构中 从实时树仓画像到推荐系统 在整个传值教育的大数据平台首次引入了Pyflink 在当时Pyflink发展的还不够完善的背景下 我们作为Pyflink比较早期的用户 当时也是与社区的复典老师进行了很多的沟通 确认了有些功能确实确实 比如Windows相关的操作 在复典老师的指点下 针对Windows完善了很多的APS操作 并将开发的功能最后贡献给了社区 并将开发的功能贡献给了社区 一起帮助Pyflink变得更加成熟 数据采集我们选用的是Flink CDC 采集的数据会同时写入到Huddy和Doys里面 Huddy作为冷热数据存储的地方 Doys主要是存储一些OLEP分析查询 同时Huddy提供给画像和推荐平台 大量的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来使用 我们如果想实现实时的画像和推荐 还需要使用用户数据进行辅助采集 PASA来进行销锋线轴 将数据漏入到Huddy中 通过画像和推荐平台 进行后续的预测和推荐 下面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逻辑架构 这里我们展示从数据源到大数据平台 到数据分析平台 到数据展示平台的整个流程 总结3.0架构里面 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整合了应用了 大数据排泄生态 项目从PASA中实施读取 从Huddy里面获取离线数据 基于流PT PathLink进行数据处理 构建用户画像平台 因为这里用到了挖掘类标签 PathLink整合ALink 完成画像挖掘类标签 ALink除了给用户画像 提供有一些标签计算之外 还提供给我们推荐系统 来去构建离线特征 在线训练的 在线状态的训练和更新服务 整体来 整体上通过ALink的推荐算法 提供召回和排序的服务 实时推荐业务的模块 根据线上返回数据进行在线学习 实时快速的模型构建 形成闭环系统 那么下面有请我的同事 赵晨杰老师 继续分享大数据排泄生态 在传值教育的落地实践 大家好 我是来自传值教育的赵晨杰 接下来由我来分享第三部分 大数据排泄生态 在传值教育用化项平台 和推荐系统平台落地实践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相关的业务场景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 基于PFLink搭建通用用化项平台 进而引出推荐系统的架构 这部分主要包括了 基于A-Link的召回和排序服 以及实时推荐 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 搜索推荐相关的业务场景 传值教育线上平台 拥有多个学科 30多个就业模型的课程 上百门小课 根据用户的行为 实时推荐小课和就业办的课程 这里面会涉及到首页推荐 热门推荐 猜你喜欢推荐 搜索页好课推荐等等 那么通过用化项和推荐系统 就可以完成个性化的推荐服务 那整个搜索推荐的业务场景 有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离线用化项 这部分主要是结合标签的体系 给用户打上合适的标签 第二部分是实时用化项 通过实时化项 作为推荐系统的数据源支持 第三部分是实时和离线的推荐模块 涉及到商品照回 排序场景 对响应时间要求极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标签的举例了解一下 如何实现用户信息的标签化 如果要实现用户信息的标签化 也就是要抽取出一个平台所有用户信息的全貌 从而能够去解决将数据转换为商业价值的问题 如上图 男生可以了解到受教育程度 收入 职业等标签 女生可以拥有消费能力 投资配比 喜好等标签 具备了这些标签呢 就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到用户的信息 同时呢 可以推荐系统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完成标签的计算呢 首先我们将标签进行分级 这里面使用PFLink技术站 完成了人口属性下面的年龄 性别等四级标签的计算 商业属性下面 这五方式 课单价有圈必买的四级标签的计算 行为属性中 浏览时长 动物频率 访问频率等标签的计算 那么通过PFLink和PLALink 整合完成客户价值度模型 FM 用户回度模型 FE 价格敏感度模型 PSM 购买性别标签模型 USG等模型 那这里面通过PFLink和PLALink 就可以完成用户画像 出勤 就业 课程 咨询等十多个看板 一千多个四级标签的构建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A-Link提供了哪些算法 因为这些算法呢 不仅可以提供用画像挖掘的标签的构建 还可以为后续的推荐算法提供支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A-Link 基地学习库 A-Link是来源于阿里巴巴 Aeguism AI FLink等多个公共名词的前缀而得名的 作为FLink的基地学习算法平台 同时支持了批示流逝的算法 使用A-Link能够完成数据处理 测证工程 模型训练 预测完整的端到端的PIPLAN的操作 而A-Link基地学习库呢 更好地支持了Python语言 在PY-A-Link解决了数据的接入 数据的ETL测试之后呢 PY-A-Link继续完成了 大数据场景之下的测证工程 分布式模型训练 模型加载 以及预测功能的PIPLAN操作 同时呢 A-Link也提供了如下的算法模块 在用画像平台构建中 重点使用了巨类算法 分类算法 回归算法 等核心的数据挖掘算法 比如说 在计算RFM用户价值度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巨类呢 将符合相似特征的用户 分成几个组或者几个处 从而呢 就能够实现用户价值的分群 通过PY-A-Link 就可以去完整用画像 离线和实时画像的构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如此之多的标签 如何进行分类呢 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在用画像的平台中 我们主要把标签分成了 规则类标签 统计的标签 和挖掘类的标签 那规则和统计的标签 通过PY-A-F-Link完成构建 挖掘类的标签 通过PY-A-F-Link和PY-A-Link 完成构建 我们也构建了从行业 此行业业务场景属性的 五级标签体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分享一下 用画像架构是如何设计的 基于标签举例和标签分类之上呢 这里总结出了用画像的一个架构图 总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个是采用了Electric Search 作为素仓团队和画像团队的杰偶 构建了Hive和ES的外部表 数据以Shar的分片的方式存储在ES中 第二通过PY-A-F-Link 构建匹配和统计类型的标签 通过PY-A-F-Link和PY-A-Link 构建挖掘类型的标签 使用Dolphin Scheduler调度 将我们标签结果写入到ES中 第三通过PressDol 对接多数据语言 来去实现标签的统计计算 那么具体的计算流程是什么形式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标签的计算的详细流程 首先搭建了标签的外部管理平台 实现了标签的增三改查 和标签的动态调度 其中标签的体系 通过MySQL的标签表 实现标签体系的存储 其次通过PY-A-F-Link 来去读取MySQL的1到4G标签 和ES的业务收据表 结合业务规则给用户打上标签 那这里面我们还要对代码进行了重构 抽取出了模板代码 在标签开发的基础之上呢 更好地关注了我们业务的逻辑 第四部分 Flink提交任务到我们的YAR资源管理平台上 第五部分 通过DS Dolphin Scheduler进行标签的调度 最后呢 将标签的结果存放到ES中提供后续的实质查询 同时呢 为推定系统提供了数据支持 那么整个架构的优势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提供了可动态配置的 通用用画像标签体系 其次每一个标签通过Flink的Job来实现 方便Job的管理 第三实现了代码的成购 为后续的标签开发 重点关注我们的业务细节提供了基础 最后呢 通过Presto对接多数语言 来实现指标和标签的统计分析 方便业务的决策 那么以上呢 就是用画像的落地实践部分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实时推荐的落地分享 那推荐系统呢 它本身就是从用画像平台 接入我们的标签数据 同时结合用户的行为数据 和业务的数据 实现了产品的推荐 那么推荐的架构呢 也从Pure Spark到Pure Flink 基础站的变迁 那为什么选择Pure Flink呢 因为Pure Flink更好地支持了 P流统一的架构 那算法框架呢 也从Spark ML迁移到了Alink 为什么呢 是因为Spark ML 仅提供了P式的处理算法 而Alink呢 提供了P流统一的算法 而且支持的更好 那在线训织方面呢 Alink也准备了FTRL 在线训练模型 为实时推荐场景 提供实时更新的机制 保证了模型更新的时效性 下面呢 我们又一起来思考一下 推荐系统有哪些必备的流程呢 推荐系统核心的架构 主要有如下三点 首先第一点 数据源来自于Hoodie 数据壶 以及Parsa的用户行为数据 其次呢 第二 基于PFLink和PLALink 提供了物品和用户画像标签的数据 第三 用户呢 根据照回算法 照回必备的商品 那之后呢 我们就通过出牌和金牌排序 得到了推荐结果 如果有一些人工 或者是专家的规则 可以进一步的进行过滤 那么我们核心的一些算法 如何使用A-Link来勾建推荐模型呢 那么A-Link又提供了哪些核心的算法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推荐系统实现上线服务的时候 首先需要照回有用的数据 例如用户关心的课程产品 或者相近的产品数据 然后针对于商品 我们会做一些特征拼接 接着呢 进行特征的编码 最后呢 我们会通过排序算法 得到我们的结果 那么会将我们排序 比较靠前的商品 或者课程推荐给用户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那针对于我们整个线上的服务 那么A-Link能做什么事情呢 那么针对于线上服务 在离线模型中 A-Link能够对照回 测证拼接 测证编码 排序等流程 提供多种算法 那么在在线模型中呢 A-Link就可以支持在线学习 实时训练模型 不断地将模型部署到线上 实现模型的更快 更高的一个时效性 同时呢 落地实践的第一版呢 我们是基于传统的一个 模照回模型和排序算法 那么照回源 我们使用了基于用户 携动过滤的算法 和物品的携动过滤算法 同时呢 我们借鉴了 矩阵分析的思想 使用了A-L-S算法 作为照回算法 提升了 吸收矩阵的处理能力 使用了FB-Guru算法 来实现了 购买的商品的用户 还会购买的场景的推荐 那不同场景的 照回商品 通过融合商品特征 用户特征 用户商品的交叉特征 作为逻辑回归 Logistic Regression的 模型输入 进行第一次排序 也称之为粗排 然后呢 借助于GVDT 特征组合和筛选能力 我们结合L2 可以完成产品的 金牌任务 实现了不同用户 在我们不同的 推荐场景下 进行产品的推荐 那么在版本的迭代中呢 我们还引入了FM 因子分解机模型 通过限量特征的交叉 解决了模型吸收性 和计算复杂度的问题 后续的排序模型 我们还探索了FM 这个算法呢 引入了特征域 增强了因子分解机的 一个特征交叉的能力 那么随着数据量的 不断的攀升 我们也逐步的 从传统的一个 推荐模型 往推荐系统和 深入学习模型迁移 基于原有的 照回技术之上 引入了神经网络的 协同过滤 这种方式就改变了 用户向量和物品向量的 互操作的方式 也就是特征交叉的方式 推荐系统排序的模型 将LR和MLP的deep部分 共同形成了 wide and deep模型 其中wide的部分呢 主要是让模型 具备较强的记忆能力 而deep部分呢 主要是让模型 具备较强的泛化能力 那么模型就具备了 逻辑回归 和深入神经网络的特点 能够去快速的处理 并记忆大量的历史行为 并且具有强大的表达能力 那么这个模型上线之后呢 通过abtex的平台 测试的效果 要好于其他的模型 那么随着wide and deep模型的发展 那也生出了deepfm和afm模型 deepfm模型 将wide的部分 由逻辑回归 替换成了fm 因子分解剂 afm模型 结合了attention 注意力机制 进行进一步的模型的提升 目前呢 我们也在不断地尝试 优秀的模型 实现更加精准的搜索推荐 那wide and deep 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deep的部分呢 我们使用的是全量的 特征向量 包括了订单信息 课程信息的数字型信息 以及用户信息 用户行为信息 显示反馈信息 都会通过imbanding层 输入到连接层 拼接成为八百维的 imbanding向量 那么在依次经过 三层的relu全连接层 最终输入logloss的输出层 wide的部分呢 输入仅仅是 用户信息和隐私 反馈的两类信息 那为什么选择 这两类信息呢 其中用户的行为信息呢 它代表用户的历史行为 而显示反馈的信息呢 它代表着 代推荐商品的特征信息 所以说我们选择 这两类的特征 也充分能够发挥 简单的模型 善于对用户行为 我们整个特征信息的 记忆能力 强的一个优势 发挥它的作用 而deepfm部分 那使用fm 替换了wide部分的 logistic regression 那能够加强 浅层网络部分的 特征组合能力 该模型主要也是 针对于wide and deep模型的 wide部分 它本身不具备 自动特征组合的能力的缺陷 而进行的改进 那么同时呢 fm和deep呢 共享我们的embanding层 最后呢 将fm和deep部分输出呢 共同的给到最后的输出层 完成后续的预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思考一下 如何实现这个特征工程 到模型训练的 整个完整的操作呢 推电系统采用pipelan管道 方式整合了特征工程 和模型准备的工作 以及模型训练 那么将训练好的模型呢 就能够保存在文件系统 或者非医师的 介质HDFS中 用于线上的推理预测的时候 直接调取存取的模型即可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推电系统的实施性的要求 推电系统模型的实施性 它往往是从 更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实施获取特征 实施进行预测 那下面这几个图示呢 就要展示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图示 是全部的样本 进行全量训练 时间长速度慢 那增量的样本 进行增量的训练 那第三块呢 是最新的单个样本 进行在线的一个更新参数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逐渐再去追求的是 模型的实施性 逐渐的增强的一个效果 那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呢 特征的实施性 会根据用户最近的一个行为 更快地发现 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那这是特征的实施性 那特征的实施性呢 它绝对不会去发现用户相似的人群的偏好 或者商品之间的一些最相关的信息等等 那么如果要发现全力性的数据的变化呢 我们就需要去借助模型的更新 而影响模型更新 最重要的因素呢 也是模型的训练方式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会采用在线的学习 使用最新的单个样本 进行在线学习 更新我们的参数 那区别于左侧经典的离线训练架构 以及实时训练架构 那第三个图呢 就将我们的离线训练和实时训练相结合 通过Flink流P一体的架构 避免了两套API 能够完成离线离线实时的所有需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享一下 Alink流逝任务训练链路是如何实现的 关于Alink如何将我们的离线训练 和我们的实时训练进行相同意 这里面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离线训练任务 那这里面我们使用的是Hoodie Unhive 从数据湖里面去读取数据 那先将我们的训练数据 进行特征工程的加工之后 将模型进行离线训练 训练完成之后 将我们Model Info和模型的参数 写入到Parameter Server参数服务器中 按照天去进行更新模型 第二部分是实时训练任务 从PASA读取出我们的样本数据 将我们的样本数据 按照小时级分钟级条数 进行一类激励之后 进行小批量的训练 那就先去Parameter Server参数服务器中 拉取模型参数和超参数 读取模型之后 如果有预估需求 直接进行一次Predict的操作 如果没有预估需求 就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训练 并且可以将训练之后的模型参数 再继续推给Parameter Server参数服务器 最终的模型的超参数 就存放在Parameter参数服务器中 如果有预测需求的话 直接预测即可 那么完成了在线训练之后 如何进行我们的在线的预测呢 这里面我们就采用的是 Alink训练相关的超参数 写到Parameter Server的参数服务器中 同时呢 将我们的Parameter Server参数服务器 同步到卡夫卡的一个消息队列里面 启动一个PS Server Agent 消费卡夫卡中的队列中的参数信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训练和预估的参数服务器之间 有一个数据的同步 那用户在实时点击浏览的时候呢 整个数据它的实时 实时就可以加载我们最新的模型 进行在线的整个预测 那我们在搜索推荐场景 还引入了一个Fling AI Flow的一个实时训练和推荐模块 相比较上述的一个实时训练和预测的方案 会更加方便一些 AI Flow呢 我们就可以围绕着Fling 实现了从特征计算到模型训练 模型预测 模型教验全流程的管理调度系统 那整个业界呢 目前使用的也是比较广泛 如图呢 这里面我们可以为了准确而实时的进行课程产品推荐 那么当用户浏览商品点击鼠标之后呢 用户的行为呢 就可以去作为一个样本实时的投递到在线训练模块 那样本经过处理之后呢 我们在训练模块就进行实时的训练 每隔一个小时会产生一个动态的模型 那么到产生的模型版本 会被送入到Modern Center模型中心进行管理 那目前呢 我们也正在全力的去部署 Flink AI Flow的平台 那以上呢 就是用画像和实时推荐的落地实践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 大数据Python生态 在传织教育相关实践工作的一个未来展望 首先第一个是实时数仓方面 我们要借助于大数据Python生态 来去完成数据壶 接入数据 其次Doris能够实时同步数据壶里面的数据 那用画像方面呢 我们要完善用画像的标签体系 增加挖掘率的标签占比 丰富实时用画像的场景 那在推荐系统方面呢 我们要增加推荐系统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增加自图谱的推荐 结合强化学习 实现精准推荐等等 预言Bot模型在推荐系统的一些应用 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大数据Python生态 在传织教育的实践经验 谢谢大家